我帮你拿 你别拉我 我帮你拿 好的 他踢过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这边 来接你 我上了 我上了啊你抓这手抓 抓在这里啊对 你一个手放进去 好 1 2 3 哎呀 你你拉紧他就停 你松他就跑 啊夹紧马肚子 就右手的那个别松了啊 就不用拉得很紧 就是你抓抓好了就可以了 我这里 来来 哎好帅好帅好帅 刚才怎么样 骑的怎么什么感觉 其实这有 因为平时你就会有两个绳子 因为马就不懂你说什么 你就是把这个拉的那个也拉 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走的 啊 对 是这样吗 你可以把这个就是 就是这样抓着的 嗯 然后如果你帅了 这个东西放手你帅了 对 所以我就会拉着这个 你就会拉着这个东西 这个跑不了 要不然你帅的在这猫跑那边 你抓不回来了 你用这个来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 好 好 一二三 嘿 肯定五十 五十 肯定五十 五十五十 他生怕不给他钱 对对对 是 五十 五十 对 走 没关系就到这吧 走吧 太好了走 好 待会我过去看看 这拍到那边有背景的啊 可以 他说待会过去那边的时候 尽量可以让满 踏那个水会好 不行 你踏的水他陷进去了 那就找沼泽了 可以骑你这个吗 可以 我刚想说你是不是不会 又想骑人家摩托车了吧你 要不你带着我 这爱着你啊 好不好 好 就是那头啊 走 我转 我转 我要转着你吗 我转着你 好 我转着你 好 好 这样下去行吗 直的 不行 太好玩了 摩托车 怎么样 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会骑马的 别吹啊 心旷神怡啊 好家伙 啊 不行 他不行了吧 高头 累坏了哈 文涛上来来这边 宝贝真听话 哈哈哈 真给面真给面给面子给面子给面子好大 我说这个骑在马上哈这个怂人都觉得变成亚历山大 我我我我在这什么感觉想起那个亚历山大一句话就是我来我看我征服了 哈哈哈 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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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亚历山大 哈哈 我刚吃了个巧克力 你饿了 我总是饿了 我总是饿了 胖人总是饿了 对其实你是不瘦 我以为你挺瘦的 不是 好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好 那这马呢 我帮你拿 骑马的 一分钟 你这个人 骑马的都拍够了 他喜欢骑马 颠的颠的 我觉得头疼好点 谢谢 真的 我骑过马 我骑个专门的赛马呢 我好想让马抛一抛 你个个都是这种没见过师呢 你骑的时间最长好不好 那说什么呀 这是他们让我骑的 我看无所谓的 他们让我骑的 他们要拍各种各样的镜头 你以为呢 你们都是小孩 我跟你们一般见识 真是 罗老站在这边 站在这边 在亚历山大的宋明 也不是 对对对 不是三个不同的方向 你们是亚历山大的三个将军 姿势随便一点 就可以插上兜 什么东西 他往这边是吧 对对对 那我呢 他在这那边 我这边 罗朗呢 罗朗那边 罗朗看一下那个方向 对咱们三个不同方向 真的这儿不是有点头疼我跟你说挺好的 疼着疼着就好了 但是够给面子 够给面子 够给面子 好不说话子 再来一点 嗯 刚才我们俩说 她说她到内蒙 她见到那个 内蒙的人 召呼她 她就觉得有回到家的感觉 我说你看 就是说你 你找朋友 你想找理解你的人 哈 但实际上 比如说一个牧民 他欢迎你 他 他不需要理不理解你啊 嗯 他不需要理不理解你 他 他就是喜欢你 欢迎一次或者是待几天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要长期和人在一起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客人像鱼三天就臭了 真的是像 我前一段时间也认识一个女孩 也挺喜欢我 长得挺漂亮 她职业上的很优秀的 但是她一直想向我学习的 问我很多问题 然后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 她说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可以学到很多什么这些东西 对她很有好处的 但是我觉得在她的身上 我学到任何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想当一个人的爸爸 还是一个人的老师 一个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这种关系你就去找一个师傅 你去摆一个师傅 还是你去上课 还是你去图书馆什么这样的 其实互相都应该觉得 对方对你有挑战 健康的挑战 好的挑战 你知道女孩子是一直会成长的 男人呢 有时候反而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 我说一个人 我不是说所有的女人 那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 之后可能很快 因为当你们解除了这种 他永远向你学习这种不平等关系以后 他会发现 其实老郎也就这样嘛 肯定我跟他说了 我说的就现在你觉得挺新鲜的 就是每天每次说话 你就可以啊 这个我从来没想过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很厌恶的 你就会很讨厌的 差距太大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也总可能就是说 然后他忽然发现说 哎呀没什么了不起 来来来来来来 我来给你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我有一些我的看法 他可能慢慢会表达他的看法 我觉得他要的是咱们所说的天作之和 就是理想 你知道两个人同等智力吧 或者同等的这个境界吧 这个挑战 你知道为什么要天作之和啊 因为哪怕同等挑战更高概率变成大战 更高竞争对手的 变成决战 你知道就是又能够是互为挑战 互相激发 但是两个人还琴瑟和鸣 我们就觉得 哎呀他他有快感 他能合拍 你这个天作 我这边没有这个问题的 就是如果我的对象比我赚的钱 我就会很开心的 你看我的太太 我的女朋友多牛 我都会很开心的 他不开心 也许如果他比我懂得多 我会更开心的 随时有问题就可以咨询他了 所以你也想找个老师 但是但是我 我从来没有这种的想法 就是觉得我完全要靠另外一个人 他希望的就是既是长久的稳定的静态的 但又是这个日日就合拍的 有挑战的互相学习的 互相敬佩的互相营养的又是动态的 你说我说是你这样的是不是难 你非常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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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常的能